台阶14线6月都提前一截 今天是真实同察 继续报线下来的200万条 凡酸书就在载体的档体贴食 今天我们的提防空事件 集凡酸的发通 希望组织提通提防空的港港 没有认识凡酸书当党 社会民众就希望靠你的安全 和天气和少数派 将确保却到永留人的安全 今天我们看到苏党的土返孙 在团医师期间最终的风景 今天五天 重庆三期已经攀过10返孙的发通 不过苏党的返孙寒在铁道 今天就返路返孙在下来 会造成搞同的事故 那个结果如果说都熟化 那个没有人去摘干嘛的 它那个芒果都掉在马路上 很危险 而且那个芒果一熟 它一熟化它有汁啊 如果说压过去 它会自丢出来 然后万一有骑摩托车的 就压到那个芒果 刚才会晒倒 我们重庆里有这个山椅子 实在不错啦 但是里面也有反应啦 反应说因为山椅子会落在 我们这个公路上 它会造成我们的开车 那里面也有安全的问题 有过去公司说 台湾医生的反省书 在公路中架架共共产生作物 目前公司除了计划明年同三区合作派 在反省的发通 也在我们的发通前 同工路区提三公三个年初 省项修书 避免反省在下来的问题 活动前一个月的话 我们提出申请 然后呢 由那个甲仙公务段 会向山公处那边承送 那核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修宿的动作 那修宿下来的这个芒果的部分的话 就有公所和社区可以去共同办理 这个芒果清的相关的一些制作 台湾医生的反省书 在六个级密做四年的基业 在盘国外反省节发通以后 蔡天仪也从前前回来 对提防的期待 也希望共同部门同三区 做得有好合作 发展用反省做主题的生涯观光 下个新闻整份自国庆报头 this is the name of the